鉴定一下最近网上热门的生物视频 这是摇鱼的幼体 注意看它腹齐有点像个小腿 可以帮助运动 有些摇鱼更夸张 像无刺摇鼠的 完全就是两条腿 末端还有几个脚趾头一样的凸起 适合在海底挖沙子 把自己藏在里面 这个叫舍智 南美洲的 它生活在雨林的树上 树下边经常闹洪水 所以它游泳不错 它消化系统特殊 导致经常从里往外的泛臭味 所以叫舍智 它还有个著名的点 就是小时候翅膀上带爪子 而且还能用来爬树 之前有人认为 这证明它跟恐龙关系很近 但是今天一般认为 这个说明不了什么 咱们中国河边常见的 黑水鸡 古顶鸡 幼鸟翅膀就有明显的爪子 这个是鸵鸟 成年之后翅膀还有两个大爪子 但是被羽毛盖住了 一般看不到 甭说别的 就咱们吃的鸡翅尖 你下回观察也有爪子 因为现在已经确认 鸟类就是恐龙的一只 是唯一存活至今的 一只恐龙家族 所以有爪子并不奇怪 这也是个老视频了 巴黎岛拍的 拉丁文学名叫 好像没有正式中文名 一般国内叫它 大嘴海阔鱼 网上说它左右长了十条腿 其实那不是腿 是它的腮 它在海底一边爬 一边用这个大嘴 搂 搂了啥是啥 这是日本新疆之岛水族馆养的 它逮着一只虾 然后把嘴里的水排出去 把虾慢慢就给吃了 想不想要行大印 怕大骰 老鸟们 这是十笔海胆 我快死了我 这种海胆刺特别粗 一点都不扎人 中国是南海才有 这么全曲全影的 一般是拖网拖上来的 或者是潜水抓的 沙滩上只能捡到一些碎刺 这是我之前在西沙海滩上捡到的 而且只有布满碎珊瑚的 白色沙滩上才有 我隔着楼远 就看到这个浪花拍打着一个海莲花 然后走近一看 把这个海莲花挖起来 果然是如此的美丽 如此的漂亮 我的妈妈嘞 所以这肯定是他自己埋的 这种沙滩不可能有实比海胆 他这样做就是为了 一个赞 来我将一观众 看我干海直播了 这个虫子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非常的疑惑 我还把它画到了本上 是1999年我小学那会儿 我就记录它身体像馋一样 翅膀形状像蛾子一样 但是又是透明的 整个非常小 只有直接盖那么大 一开始我写的是不知名 后来以为是桑木痴 等长大的才知道 这个叫透翅疏广腊蝉 是广吃腊蝉科的 是蝉的亲戚 但是不会像蝉一样叫 广吃腊蝉 南方北方都有很多种 翅膀上什么花味的都有 最后到了大家最喜欢的水猴子时间了 这是南美洲的二指树篮 平时倒挂在树上 偶尔下地拉抛屎 过个马路就成水猴子了 这是三指树篮 也是老被当成水猴子 就是它 万物皆可水猴子 这只牛蛙因为眼睛旁边的水 有点反光 也被当成水猴子了 合着我以前吃的是干锅水猴 馋嘴猴 其实我以前考证过 水猴子传说很可能来源于 古代的无知奇水猿传说 民间的水鬼拿替身传说 还有 见过后的一次超大规模谣言实践 毛人水怪事件 尤其很多人的亲戚声称 自己亲眼见过水猴子 很可能就跟毛人水怪事件有关 我在豆瓣上有一个音频课 叫花鸟鱼虫的生活意见 第57节专门说的就是水猴子 这道课在知乎上也有 叫博物君的十万个是什么 里边是我这些年做科普 大家问我最多的一些问题 多了一个集中的解答 一节课砍个十几分钟 有兴趣可以听一听 今天就到这 下次我攒够一波视频 再给大家鉴定 网络热传的生物